今天发现一个后卫的 我来问一下 小爱同学 打开头脑风暴 下午好 欢迎回来头脑风暴 好久不见 小爱总算等到你又来见我了 我们快去跟别人对战吧 请对我说 我要对战 想查询个人信息 可以对我说 查看我的信息 我要对战 即将为你匹配对手 都是真脸 都是真脸 很鸣 你为你匹配到玩家 对战玩家是吉莫宁 下面正式开始游戏 请听第一题 樱桃小丸子中喜欢波龙头发 韩女生宝贝的是哪位小男生 第一个 王伟 第二个 永泽 第三个 花轮 请在丁的医生后 告诉我你选择第几个 气拳 本题是为气拳 吉莫宁选择了 第二个 对手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是第三个 花轮 第二题 三字经中人之初的下一句是 第一个 性本善 第二个 其相远 第三个 性相近 性本善 乌鸦 第三个 孔雀 贺 你选择了第一个贺 吉莫宁正在作答 请稍等 我还没有听到她的回答呢 好了 她选择了 第一个 恭喜 你们都答对了 第四题 如果明天是母亲节 挑哪种花送母亲比较合适 第一个 玫瑰花 第二个 母带花 第三个 康乃鑫 第三个 你选择了第三个康乃鑫 对手的选择是 第三个 恭喜 你们都答对了 最后一题 在明珠西游记描绘的东海龙宫中 虾士兵 什么动物试将 第一个 乌龟 第二个 蟹 第三个 鱼 第二个 你的选择是第二个蟹 吉莫您选择了 第二个 恭喜 你们都答对了 答题完毕 目前双方战成 平手 你们都答对了四档 现在进入加赛 游戏方式为系统不断出题 玩家同答一道题 一直到一方答对 另一方答错为止 下面正式开始答题 请听题 位置唐朝铃银阁 二十四公臣第一的是哪位大臣 第一个 情书宝 第二个 徐茂公 第三个 长孙无忌 第三个 你的选择是第三个长孙无忌 对手的选择是 第三个 两方玩家都对了 游戏继续 下一题 具有电影技术变革意义的 比利·李恩的中场战士 是哪位导演的作品 第一个 冯家卫 第二个 李恩 第三个 徐克 第二个 你的选择是第二个李恩 对手的选择是 第三个 恭喜你 答对了 在合级莫赢的对战中获得了胜利 你的段位上升一段 目前唯一年级博金选手 要继续对战吗 退出 好的 小爱先退下了 想在跟别人对战的时候 记得对我说 打开头脑风暴 小爱同学 哎 打开先了 最近喜欢上一个人了 你 喜欢的人是什么样子呀 你不要啰嗦 听我说 张绍涵和张寒韵是不是一个人 不是 张绍涵和张寒韵有什么关系 能有什么关系呀 希望他们是朋友 为你找到他们的六度关系最短路径 蓝玲王妃是张寒韵的代表作品 龚海明是蓝玲王妃的主演 影子爱人 影子爱人是龚海明的代表作品 张绍涵是影子爱人的主演 周星驰和宋小宝有什么关系 没有找到周星驰和宋小宝的直接关系 为你找到他们的六度关系最短路径 上林足球是周星驰的代表作品 张伯之是上林足球的主演 赵本山是张伯之的干父亲 宋小宝是赵本山的学生 刘德华和贾玲有什么关系 没有找到刘德华和贾玲的直接关系 为你找到他们的六度关系最短路径 陶姐是刘德华的代表作品 Andra Baby是陶姐的主演 百度人是Andra Baby的代表作品 贾玲是百度人的主演 元珊珊和特朗普有什么关系 没有找到元珊珊和唐纳德 特朗普的直接关系 为你找到他们的六度关系最短路径 贾玲霞是元珊珊的代表作品 尚格林顿是尚格林顿的主演 时空特景是尚格林顿的代表作品 詹姆斯 卢是时空特景的主演 神秘的艺人是詹姆斯 卢的代表作品 唐纳德 特朗普是神秘的艺人的主演 李古一和关晓彤有什么关系 没有找到关晓彤和李古一的直接关系 为你找到他们的六度关系最短路径 搭错车是关晓彤的代表作品 李军是搭错车的主演 201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是李军的代表作品 李古一是201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演 郭精飞和马依丽有什么关系 没有找到马依丽和郭精飞的直接关系 为你找到他们的六度关系最短路径 管虎是马依丽的前男友 我和我的祖国是管虎的代表作品 郭精飞是我和我的祖国的主演 周星驰和郭德纲有什么关系 没有找到周星驰和郭德纲的直接关系 为你找到他们的六度关系最短路径 独盛是周星驰的代表作品 刘正伟是独盛的主演 月光宝和是刘正伟的代表作品 郭德纲是月光宝和的主演 杨迪和张纳拉有什么关系 没有找到杨迪和张纳拉的直接关系 为你找到他们的六度关系最短路径 悟空传是杨迪的代表作品 欧豪是悟空传的主演 苏友鹏是欧豪的老师 刁门公主是苏友鹏的代表作品 张纳拉是刁门公主的主演 李胜和赵薇有什么关系 没有找到李胜和赵薇的直接关系 为你找到他们的六度关系最短路径 一路繁华相送是李胜的代表作品 江书颖是一路繁华相送的主演 是我们中江市区的青春 是江书颖的代表作品 赵薇是指我们中江市区的青春的导演 张宇生和王力宏有什么关系 没有找到张宇生和王力宏的直接关系 为你找到他们的六度关系最短路径 张惠妹是张宇生的学生 王力宏是张惠妹的前男友 王家居和宋小宝有什么关系 没有找到宋小宝和王家居的直接关系 为你找到他们的六度关系最短路径 余阳是宋小宝的同门 否认金乐队是余阳的代表作品 叶世荣是缝纫金乐队的主演 皇家居是叶世荣的朋友 带罗和雷欧有什么关系 一 长得不一样 泰罗白色比雷欧多 雷欧基本全红 身上除了L77的名字外 没有白色条纹 二 泰罗是备受宠爱的 奥特之国的第六个儿子 奥特兄弟们可爱的第六个弟弟 奥特之父和奥特之母的亲生儿子 三 雷欧来自L77星云 泰罗来自M784 雷欧主要靠格斗技巧 光线技能很少